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福25日报道,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以及民主党首席议员马基,今天联合提出《2018台湾国际参与法案》,表示支持台湾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是美国的政策。 这项法案将指示美国在国际组织的代表,运用美国的声音和投票来支持台湾的参与,并要求美国总统或其代表在与中国所有的双边会谈中,提出台湾适当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 贾德纳在新闻稿中指出,美国有义务尽其所能地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这个法案将确保主要的国际组织不会因为中国的霸凌而对台湾视而不见。 马基则说,台湾在不需要以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早已是个活跃且有成效的贡献者,台湾的参与必须持续,我们对盟邦及伙伴有更广泛的责任来确保威吓,不会成为印太地区以其他区域的常态。 两位议员在新闻稿中表示,这个法案是因因国际组织面临来自中国这类国家,想把台湾排除在外所失于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些组织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以及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国际卫生组织,台湾今年又未受邀与会。 台湾从2009年到2016年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贾德纳日前在参院外委会听证会中,特别关切布吉纳法所与台湾断交的事件,提及他与马基将要提出一项法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询问国务卿庞皮欧对布吉纳法所断交事件的看法。 美国国会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关切与支持力道都在加强,尤其参,众两院都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台湾却仍然受阻于中共压力而被排除,国会对行政部门的压力因此也增加。 此外,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对于美国在国际组织的参与相来有疑虑,中国对国际组织的霸凌不断有所斩获,也让美国国会开始关注到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